我下旬多伦多开的不要不要的是杜鹃花 开的阵旺灿烂的都是同一个大类 叫Ilepidote 中文可以叫它高山杜鹃 高山杜鹃里头啊 我们叫的高山杜鹃 但是实际上北美有原生的 而这些我们在多伦多看到的大多数 都是以多伦多 不是是以美国美东 都是以美东的原生品种 作为父母本杂交的 至少有它的基因 其实也有很多以中国高山杜鹃 作为父母本杂交的哈 但是呢不够耐寒 抵抗能力稍微差 然后适应能力也不行 多伦多是个生长杜鹃 非常艰苦条件的地方 艰苦有几点 第一冬天寒冷第二夏天炎热 别看多伦多这么北哈 夏天炎热干燥 第三土壤是碱性土壤 第四焦泥土 相信卡尔加利和沃泰华的朋友 听了说你那叫艰苦吗 这一大类杜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称 叫钢铁杜鹃 我起的名字哈 从英文翻译过来 英文叫它 Eronclad 花花绿绿 你发现少了一种颜色没有 这种大叶的高山杜鹃里头 没有黄色 黄色的基因也属于不耐寒 不够皮实的 适应能力不强的品种 所以很多杂交大师在孜孜不倦 继续的探索想培养出黄色品种 只是这种大叶的高山杜鹃没有黄色哈 像这种你看旁边这个没开花的 这是落叶杜鹃里面有不少黄色品种 而且比大叶杜鹃更耐寒 你说挑选不同品种也可以在多伦多画彩虹 说了这么半天多少钱呢 这是三加轮的盆子 59块9毛9 挺大的 而且你看盆子里头有很多的缓施肥 这就是开花多的原因 其实杜鹃如果地栽生长条件合适的话 不需要施肥 也能开的这么灿烂这么饱满 还有一只独秀的红色 这是非常独特哈 只有一种红色这么耐寒 属于钢铁杜鹃Ironclad的品种 叫Nova Zambla 这个独特的花色 它的叶子也很特殊 不开花也能辨认出来 几乎所有的叶子 你看都是卷曲的 不是生病啊 是它的特征 不均花你喜欢哪种颜色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